第二季的营收103.7亿元 税后净利是3.2亿元 季减7.7% EPS三毛钱 郑龙指出呢 在旺季效应 还有市场需求的增温带动之下 他们预估下半年的营运会比上半年好 而且第四季也会跟往常一样 成为全年的营运高峰